大家好,我们这一节讲观察者模式 观察者模式是我们前端用的最多的一个设计模式 打个比方说如果是学前端设计模式只学一种设计模式 如果只学一种的话,那肯定就是观察者模式 所以说我们也会挂比其他模式稍微多一点的时间 来去多讲一下以及多列举一些场景 给大家看看到底我们前端在GS中 哪些地方用的观察者模式 它的应用场景到底有多广 介绍我们观察者模式如果是文字性介绍 其实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是发布订阅 第二点就是意义最多 什么叫发布订阅呢 订阅这个东西大家想一下 比如说你订了一份报纸 现在好像是没有了 之前的时候好多老头都喜欢订报纸 订完报纸之后你就在家里边就行了 你就不用管了 到时候送报员会把报纸送到你家里来 包括现在我们家里订牛奶也是 我们订好牛奶之后 那个每个月给钱 然后呢 早上起来之后 你看美口那个箱子里面 他就已经把那个牛奶给放那 所以说这就是发布订阅 我把这个事情说好了 说好了这时候我也在等着 等着到时候会有人来执行 来出发 然后就一对多 就是说你可以订一份报纸 我也可以订很多份啊 我也可以一边订报纸 一边订牛奶 这个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可以发布很多个东西 然后如果是要出发的人 来出发的话一块给出发 这样说的话可能是没有那么的详细啊 不过我们等会儿这个那个代码一演示就立马能看出来 大家注意这几个概念 还有一个要说的是一对多一定要一对多吗 这个大家一想就可能会明白 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一对多 我们只能说是一对N 就一对N的情况 N可能等于1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事例也好 场景也好 我们都是也是也是一种叫发布订阅的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呢 它是有能力去一对多的 但是呢 它没有必要说每一个都一对多 所以说大家在网上搜索一些观察长模式的一些概念啊 描述里面应该是有一对多这个词 但是呢 大家不要执拗于说 必须是一对多 一对一就不行 这个牛角角大家千万不要钻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点咖啡 其实这个跟丁女奶一样 就是点咖啡也好 订阅奶也好 订报纸也好 就你点完之后 或者订完之后 你就在家坐等就行了 坐等不降 你就不用管了 你不用说我点完咖啡了 或者我订完报纸了 我订完牛奶了 我一直站在那儿 等着人家把咖啡给我送过来 这个没有必要 就是你点完咖啡之后 你就坐在位子上 你看手机也好 你看手书也好 或者打个游戏也好 你就不用管了 你再等人就行了 他们会把咖啡给你送过来 或者说叫你过去去 OK 介绍结束 介绍结束我们来看一下演示 演示呢 我们会把UML类图给画一下 就是大家想一下 怎么去用GS实现 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机制 然后呢 再去代码演示一下 这个UML类图呢 按照惯例是传统UML类图 就是通过扎啡来实现的 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 就是这个UML类图 我们接下来要简化 简化它是什么地方呢 大家看肯定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负类 然后下面集成了好多个子类 所以说我们在GS实用中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们就把它统一成一个 然后简化之后呢 这是这样的 大家看啊 左侧这里面是这个Observer 就是观察者 然后它有一个update 就是当它需要被触发的时候 它会执行这个update 这个update会被执行 这是Observer 然后右侧是主题 主题就是说我可以绑定多个观察者 然后它放在这个observer里边 是一个数组 它里还有个状态 就是我们可以获取状态 我们也可以设置状态 当状态设置完之后 它会触发所有的观察者 就是触发所有观察者的这个update方法 大家明白了吧 就是我这个地方左侧是观察者 观察者定义好之后呢 它就等待被更新 等待被触发 但是前提是它已经定义好了 发布订阅嘛 对吧 它已经定义好了 等待被触发 然后这个subject是主题 主题就是说 我可以接受好多个观察者 你们都过来 排好队都过来 放在速度中 当我主题的状态发动变化之后 我发现我的状态变了 我发现我需要去触发那些观察者了 那我就去执行这个方法 一并去把这个列表中的 所有的观察者 都触发他们的update 这个概念大家要理解 好 回到这个开发环境中来 好 我们根据刚才画的图 我们把代码给写一下 以及跑一下这个 简单的测试 好 其实如果你刚才的图 感觉不明白呢 如果把代码看完 基本上就完全明白了 我们先定义这个subject吧 其实无所谓 前后顺序无所谓 先定义这个主题 主题 保存状态 状态变化之后 触发所有观察者对象 好 过渡函数里边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叫state吧 state 符合上0 就是状态 我们这儿简单写成0 然后呢 abozoros 就是所有观察者 我们给它写成一个数组 就是写成一个列表的形式 然后get state get state 其实我们就是return 把这个state 给它返回就行了 然后set state set state 我们把这个 this.state 复制成state 当然这儿要介绍一个参数 set嘛 就是复制嘛 好 大家看 这个set state 就是state被复制之后呢 我们还要出发它的什么 notify 根据我们的UML类图里嘛 我们要出发一个notify allobservers 当然这个地方出发之前 肯定我们要定义嘛 我们定义上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 把当前所有的这个observers 然后给它进行一个便利 然后便利到每个observers 就是每个元素呢 我们执行这个update方法 最后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attached的方法 attached的方法 其实就是 就是将这个 this.state.observers 给它post一个新的 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添加一个新的观察者进来 因为我们要支持多个观察者 好 这是subject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证明这个观察者的 观察者的这个类 class.observers 大写 OK 观察者的这个过渡函数里面呢 我们要第一个我们要写一个name 对吧 它有一个名字 然后呢是subject 就是我们观察者对应的主题是什么 其实subject就是这个 这个的一个对象 或者说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把名字给它复制上 然后list their subject复制成subject 为什么要搞个subject呢 因为我们当触发这个观察者的update之后 我们想着把这个subject的这个state给它打印出来 好 那个把subject分析之后呢 我们当然还要把这个什么 还要把这个当下的观察者 就是this.subject.attach this 就是说我们这个subject是主题 它有好多个观察者 那它这有这个attach attach呢 我们可以把传入的观察者给它添加到这个 应该是写错了 observers里边来 对吧 observers里边来 所以说 我们在处理化这个观察者的最后呢 我们要把它自己 this就是自己嘛 自己给它attach进 就是添加进这个当前的这个主题动来 对吧 要不然这个观察者光声明完了之后 光处理化完了之后 它没有地方添加 它也不会被出发 好 update呢 我们再打印个日志 list their name list their name 就是当前的name list their name update 然后state呢 我给它写一下 state等于什么呢 state等于 this.subject.getstate 好 因为这个this.subject是当前的主题 对吧 当前的主题 它是这个subject的一个实例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getstate 把它那个状态给它获取出来 大家看哈 就是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主题 对吧 创建一个主题 然后它里面的state 它是复制成零 它这个observer是个空的 也就是说它当前没有观察者 然后我们接着 声明一个观察者的对象 声明过程中呢 我们要传个名字 然后把这个刚创建的 这个主题的对象呢 也是给它传进来 然后接着 把自己 也就是说把当前的观察者 提前到这个主题对象中 这样提前完之后 这个主题的这个list observer这个数组 就已经有值了 对吧 好 然后这个观察者呢 自己本身它有update的方法 就是等待被出发 等待被吊用 对吧 接下来这样定义完之后 我们一旦触发了这个sassdata 就是这个主题的state 本来是零 对吧 我们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了 然后它改完state之后呢 它立刻会出发这个notify all of zeros 就是立刻会出发所有的观察者 也就是说我们会出发 所有观察者的这个更新操作 update出发完之后 它其实就走到这儿来 它就会打印 好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测试啊 比如说我们先 就是根据我们之前说的 先触始化一个主题 先触始化一个主题 然后呢 我们定义一个观察者 叫O1吧 设置成new offer zero 然后名称 比如说叫O1 主题是s 对吧 定义观察者 然后定义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对主题进行 this.state的修改 比如说我们改成1了 改成1了 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们保存一下 我先看这个例子 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到控制台 我们运行npm run第一位 运行完之后 我们稍微等一下 我们清空之后 我们刷新一下 好 大家看O1 update state是1 也就是说我们生成这个主题之后 我们再生成一个观察者 然后把名字和这个主题传进去 当然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把自己 就是把这个本身 这个O1的观察者 这个this 就是自己嘛 也添加进这个主题中来了 然后呢 我们在主题执行this.state的时候 this.state 执行完之后呢 它会触发这个notify all observers 就是所有的观察者 当然现在的观察者 其实就是一个 对吧 就是一个 因为我们只是建了一个 然后它就会触发这个观察者的这个update 也就是说走到这儿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适用另外一种 就是 我们建一个or 不是成new observer 名字我们叫or 然后s 我们再建个o3 我们一开始也讲过 观察者模式 我们可以是1对1 也可以是1对2 也可以是1对3 也可以是1对多 对吧 都可以 我们刚才演示了1对1 那我们再演示一个1对3 好 我们保存一下 回来 大家看哈 o1updatestate等1 o2updatestate等1 o3updatestate等1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设定了三个观察者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步设定完之后 其实这个主题的 这个observer 里面 其实就已经有了三个元素了 然后我们再去循环 再去触发 它就执行了三变 好 接下来 也就是说 执行了到这儿 而且每个state都等1 每个state都等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只是设定了state等1 那我们再设定这个state等2 state等3 我们来个3乘3的一个 触发模式 好 我们先清空一下 保存代码 后来 大家看哈 o1updatestate等1 o2updatestate等1 o3updatestate等1 然后接着是o1 o2 o3updatestate等2 接着是全等3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次sassdata的时候 每一次 不管是1还是2还是3 每一次sassdata的时候 它都会触发 这个所有的观察者的 这个update方法 好 这就是这个GIS 如何实现这个观察者的 实力代码